中国环绕台湾的军事演习 引发各国高度关注 白宫方面就表示中国这个举动 是在试图改变两岸现状 以下是华氏特约 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 来自美国白宫的报导 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 协待官科比在8月4号的时候表示 中国现在进行对台湾包围的军事演习 就是在试图改变两岸现状 而美国不会接受 他也指出光是在过去的24小时 就有中共的军机飞越台湾海峡的中线 同时中国海军演习的范围 也是25年来最靠近台湾的 另外还有中国在台湾海峡上面 以及周围发射了至少11枚的弹道飞弹 而根据日本说 有几枚还落在日本的专属经济海域 这代表这些飞弹是飞越了台湾 科比表示 现在中国正在对台湾温水煮青蛙 科比说中国现在利用佩洛西议长访台为借口 要来改变两岸现状 但是包括美国还有世界各国都不会接受 中国卫旗人认为这种历史主要失踪的 中国卫旗人们的途律 是这样的途律 是一军人的途律 是一军人们们说是一军书的 但也很自由是一个军军 试图在想补兴 quis hablar 而身为海军上将的科比 也以他自己从军的亲身经验指出 中国现在对台湾进行这么近距离的军事行动 加上紧张程度如此之高 有很高的风险造成误判跟失误 会导致更加危险的局势 科比说美国为了降低区域紧张局势 决定推迟美国空军规划已久的 洲际弹道飞弹测试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林也下令 雷根号航母将会持续部署在当地 监视台湾海峡的情况 而无论中国打算采取何种军事行动 美国都准备好了 美国不寻求冲突 但是不会再根据国际法的 自由海洋航行权等方面做出退让 科比说美国将会支持台湾 以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 美国之音百公企有黄毅 在白宫为华视新闻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谢谢大家